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进来谈下关于初一三点二,基督教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督教的教育还有它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说基督教是属于一神教,一神教一直就是说它只认可一位神明,在他们心目当中只有一位神明,那就是上帝 所以你到教堂的话呢,天主教堂你顶多会看到就是圣母像或者是一些圣者的像 那到基督教堂呢,就可能看到这个耶稣的雕像 所以他是不能够崇拜其他的偶像的,这偶像包括人或者是动物 所以呢,在华人的传统的这些家庭里面呢,一旦有子女跑去信基督教过后呢 就基本上他们是不会去信拜他们的祖先的 那他们也不能够去碾香这样子,拿香 那基督教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博爱、宽恕和和平 他唯一的经典呢,就是圣经啊 那圣经分为两个部分,就是旧约和新约啊 那圣经呢,是唯一的一本记载耶稣的事迹啊 还有他的教育啊,The Holy Bible 那我们看哦,就是旧约全书啊 就是简称为旧约,它是犹太教的经典 但是呢,耶稣对这个犹太教的经典呢 旧约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跟说明啊 好,就是在明末清书的时候呢 传进来中国的旧约全书啊 你看到吗,就是中文版的啊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新约全书 我们简称为新约 就是由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所整理而成的 它主要是记述了耶稣门徒的演习啊 所以呢,这本呢,是同志十二年 就是清朝的时候嘛,的新约全书 那可见当时候呢,清朝境内已经有人是信仰着基督教了 好,这是英文版本 那我们看一下基督教的发展 那我们知道哦,那个耶稣创立了基督教过后呢 他的信徒争夺哦 但是他们是标榜不崇拜任何偶像的 所以他们也不肯去拜罗马皇帝的像 这时到罗马皇帝啊,就非常的记恨 那你干嘛不要拜我呢 就非常的生气 说一直用暴力来迫害基督教徒 所以呢,要等到四世纪初的时候呢 出现了这位军事坦丁大帝 Constedding the Great 就是这一位 他就开始因为得到了神迹的结果呢 他开始认可基督教 那就颁布了米兰诏书 就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 他也是众多的罗马皇帝当中呢 第一位是信任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那到四世纪末的时候呢 基督教就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所以呢,就慢慢的慢慢的变成欧洲各国的国教 所以对整个欧洲的社会文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是当时候的各皇帝都开始信了基督教 所以慢慢的欧洲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圈子 那在罗马天主教会里面呢 这个教会里面最高的宗教理所是谁呢 就是教宗 所以教宗是在最高位 接下来就是书记主教 也称为宏义主教 还有宗主教 主教 司徒或者称为神父 所以呢,这就是教宗的形象 他会戴这样子的帽子 拿这样子的权杖这样子 那我们说 现在天主教会他们的总部是在哪里呢 是在梵蒂冈 那梵蒂冈在哪里呢 他是属于全世界最小的国家 他本身就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境内 所以呢 你到罗马的时候呢 就好像就是一个长长的城墙 把他给围了起来 那就是梵蒂冈 就是天主教教会的总部 也是这个教皇的所在地 那里面是非常雕刻 非常漂亮 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说是天主教徒 他们所向往去的一个地方 对,这就是梵蒂冈 的这个圣彼得的大教堂 他晚上的时候呢 是非常漂亮的 历史上呢 其实基督教呢 是经历了两次的分裂 那么先谈一下 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 是在1054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造成分裂呢 主要的原因是 在11世纪的时候呢 罗马教中的权力要求扩大 他宣布说要统治所有的教会 这时到东罗马帝国 德军士坦丁堡的主教呢 非常的不满 所以就引起了分裂 所以分裂出来的结果呢 就主要是有两个主流 第一个主流就是罗马公教 因为它主要中心在罗马 所以称为罗马公教 就是我们俗称的天主教 所以主要是在西欧和中欧所流行 那另外一个主流是称为 西欧正教 它也称为东正教 它的中心呢 是在军士坦丁堡 所以在东欧所流行 所以这个西欧正教呢 主要是 俄国人所信仰的东正教 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分裂的地图 就是在1054年的时候分裂地图 所以呢 如果画个十字架在上面的话呢 就可以分为以东跟以西 以西的部分呢 就是罗马公教 就是为天主教 那以东部分呢 就是说为东正教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基督教第二次分裂呢 其实就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那宗教改革的结果呢 就是分为新教和旧教 那原本的天主教呢 就被称为旧教 在基督教这边呢 出现了三个新的教派 就是路德教派 卡尔文教派 跟英国国教派 这上后呢 是在我们初一的单元六那边会看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鲜明 基督教呢 它是第一次分裂 是在11世纪的时候 分为罗马公教 就是为天主教 和希腊正教 所以东正教 那在16世纪的时候呢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就分为两个 一个是旧教 所谓的天主教 那新教就是基督教 那旧教这边有个 办了一个耶稣会 就是正信他们天主教的 这个耶稣会 在新教这边呢 分为三个新的教派 就是英国的 英国国教派 卡尔文教派 跟路德教派 所以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到天主教堂 或者是基督教堂 去参拜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说 他们教堂内部呢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天主教堂呢 基本上呢 就是有这个雕像 在里面 通常是会雕谁的像呢 就是圣母像 那他们是可以 崇拜这个圣母的 但是基督教教堂里面呢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雕像的 只有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呢 就代表着耶稣 代表着上帝 所以这是他其中的差异点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呢 就是圣诞节 Christmas 所以圣诞节 在台湾也发明一程 就是耶诞节 耶稣诞生的节日 12月的25号 所以这一天 事实上 如果你去查的话呢 耶稣是不是在这一天诞生的 只是我们为了方便纪念 所以就把这一天公定为 全世界的圣诞节 12月25日 现在我们要谈一下 基督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那就必须要追溯到 普通马利亚的时候 普通人统治马利亚的时候呢 他们就传进了天主教 那刚才我们有谈过嘛 天主教是属于旧教 那新教呢 是要等到荷兰人 去统治马利亚的时候 还有英国人 开始统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就开始传播了新教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 这个基督教呢 在这边的发展 他们在教育方面呢 有一些贡献 就是设立一些教会的学校 那还有一些福利的慈善事业 像孤儿院的建立啦 借赌中心啊 福岛中心啊 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这图片啊 这就是马利亚的天主教堂 好 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刚才所讲的慈善事业 由马来西亚的博爱辅导中心 是由基督教所成立的 一个辅导的中心 还有世界宣明会 都是属于基督教的部分 好 那我们今天 介绍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